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题目就是 但是我们大家都是什么? 坐在同一条船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坐在同一条船 如果有人跟你说我们坐在同一条船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反应和感觉呢? 如果我这么说我们大家坐在同一条船 你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样? positiv,正面的 你听到有人这么说,听到有人跟你这么说 我们坐在同一条船 你会觉得是正面,想的东西是正面,还是想的东西是反面? 是负面的 正面还是负面的,你会想的第一句想的 不要沉这条船 我们会想的时候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很多时候,今星期我问一些朋友 工作上也问问他们 我说如果我们坐在同一条船的时候,你会想什么? 有些人跟我说想正面 有些人跟我说想得很负面的 对不对? 就是you jump, I jump 就是好像太天纪 you jump, I jump 但是千万不要这样 但是我又在想着 如果我在想着大家坐在同一条船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我想了很久 我今天星期也是在上网搜寻了 我就打这句说话在网上 然后网上就出了一些经文 一些文章出来 在文章里面,他们说了有四个字 哪四个字出现了?就是叫同舟共济 就是说大家坐在一条船的时候 我们是同舟共济 然后我就再看下去 然后他就说了 香港有一首歌呢 其实是说到同舟共济的 知道是什么歌吗? 很棒 枝枝山下这首歌 谁没有听过举手? 有没有人没有听过? 谁唱的? 罗文 谁写的? 顾家辉 真的很棒 谁填词? 黄尖 是的 大家都是同年代 证明 达得这么快 大家都是同年代 其实我后期 我是听到Youtube的 我不是那时候听的 这首歌可以表达到同舟共济的感觉 譬如说 我就在这儿搜寻了 施子山下这首歌的故事背景 写过歌曲的背景 就是说70年代、80年代 他说 香港 有很多新的由中国移民去香港 在香港的时候 生活上也是很大的挑战 也有困难 但是他说到什么? 在狮子山下面 狮子山是什么? 一个很著名的一座山 他说到狮子山下 就是说到香港所有的人 他说 大家同舟共济 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好 大家都一起去努力的 去度过 如何同心的去度过 所以 这首歌 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唱 你们懂不懂唱? 懂不懂? 我很喜欢这首歌 有一句说话 是什么? 放开彼此心中矛盾 理想是什么? 一起去追 是吧? 同舟人世 相除 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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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很好的一首歌 黄尖真的写得很好 要给黄尖和顾家辉 真的写得很好 不如这样 唱一唱 好吗? 一起唱一唱 OK 我又不是很能唱 我给一个能唱的唱家回来 是吧 又是我 很大压力的 给点掌声 好吗? 懂唱的也一起唱 好吗? 好吗? And 看看 OK 还有唱的时候 留意一下歌词 真的写得很好 好 我们大家坐同一条船 我们一起的 同舟共济 是吧? 很紧张 不好意思啊 来一次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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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好吗? 同周人世相隨 無謂的無懼 同處去過天面 攜手搭平崎嶇 我們大家用艱辛努力寫 閑那不留香港名句 放開彼此心中矛盾 理想一起去追 同周人世相隨 無謂的無懼 同處去過天面 攜手搭平崎嶇 我們大家用艱辛努力寫 閑那不留香港名句 我們大家用艱辛努力寫 閑那不留香港名句 之外 好 好 退休 有个大家都做同一样东西 抢麦的 个人都不给麦我 可能想跟着想讲道 不用我讲 唱得挺好 但是其实 是不是很有意思 这首歌真的很有意思 人生中有欢喜 难免也有雷 人生教会也都一样 一定有困难 大家坐同一条船的时候 我们一起同舟共振 我们一起去面对 这首歌已经写出这个意思 所以我不用跟大家解释 什么叫大家坐同一条船 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讲 狮子山下 今天我们回到教会都是讲 神的话 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 一个故事 圣经里面一个旧约的故事 一个经文 又是讲到我们如何同舟共振 我们如何大家坐同一条船 而我们看一看就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八节 好吗 我们读一读好吗 大家读一读 那时亚马力人来到尼菲丁和以色列人争战 OK 我想这里停一停 我想告诉你听 当摩西靠着神的力量 给他带领以色列民 从哪里离开 和埃及 在埃及的离开 出到哪里 在埃及走 然后出到抗野 那去抗野的时候不是 在抗野的时候 他们最主要去到哪个目的地 记得吗 出到抗野 他们打算带去 摩西带他去哪里 加南 这个应许地 在走去的应许地的时候 都是一段时间的 一直去的时候 在抗野里面 以色列民他们遇见什么 遇见有亚马力人 这个亚马力人是什么 他们在哪里 和以色列人争战 就是和他们打一场仗 而这场仗就是 亚马力人和以色列民 第一场的战事 亦都是以色列民 出到埃及之后 第一场面对的战事 就是一场战争 第一场 就是他们没打过仗 以色列民没打过仗 但是他出埃及之后 埃及之后 第一场面对的 这个就是这个战争 而这个和亚马力人去争战 首先我们要去认识 究竟谁是亚马力人 亚马力人是哪一个 大家知道亚马力人是 你们有没有一些知识上面 知道亚马力人是哪一个 那帮人是哪一个 那我给你知道 亚马力人就是 以色列的后代的孙 可以这么说 亚马力人就是他们的孙 以色列是哪一个 以色列和雅各 两个是什么 考虑你们旧约的圣经 雅各和以色列是两兄弟 哪一个是哥 哪一个是弟弟 以色列是哥 雅各是弟弟 他们两个也是什么 是什么 是孙山来的 那他出生的时候 雅各就是什么 拉着他的脚 多谢你袁少文 拉着他的脚 这样出生的 而以色列 而雅各也做了什么 激怒了以色列 长子名分 对了 雅各 他怎么骗长子名分 可不可以用骗这个字呢 Trick 可以用是怎么去欺骗 这个长子名分 欺骗 都是骗的 欺骗 怎么去欺骗这个长子名分 就是他爸爸 他爸爸是谁 他爸爸 即雅各的爸爸是谁 以色列 雅各的爸爸就是以色列 当以色列年纪老的时候 他那时候已经很老了 通常那时候就会怎么样 去祝福 祝福的长子 祝福长子 那长子应该是谁 是以色列 不是雅各 他祝福的长子 但是那时候 雅各 不是 以色列 因为年纪大 所以眼睛也看不清楚 就是盲 看不清楚 雅各就去扮 他哥 就走去 跟他爸爸说 然后就扮他哥 然后以色列 就祝福了雅各 而尼 Stre lyrics Yers Son便知道 所以那两兄弟 就怎么样 反面 克合 你拿了我讲子的名分 你拿了我讲子的祝福 我的名分 所以两兄弟 亦都是克合 那雅各是谁的祖先 雅各之后的就是以色列文 以素那边就是阿玛力 两边不对 大家知道这个背景的时候 我再看看 而雅各人当时都是游牧民族 他们在沙漠上 在加拿地的南边 他们通常住在加拿地南边 他们在那边做游牧 以色列文一定会经过那些地方 阿玛力人这帮人也是一帮战士 我只是说战士 就是说他们身形很健碩 他们真的善于打仗 一帮战士 所以他们打仗是一流的 个个都有老鼠仔 不像我这个瘦猛猛 他们也是一帮战士 所以他们打仗应该很棒 我们想一下为什么阿玛力人要打以色列文 就是也有可能 因为他们觉得 以色列文从埃及国出来的时候 看到神如何做得神职其事 他们也很害怕 以色列文会兴起 所以他们就很害怕 这个有威胁 有威胁的时候 不如先下手为强 不如我先打你 所以阿玛力人就去打以色列文 OK 大家明白吗 但我们要看摩西如何回应 17章第9节 大家一起到这里 摩西对约书亚说 你为我们选出人来 出去和阿玛力人争战 明天我手女要拿着神的像 站在山顶上 摩西怎么回应 他跟谁说 约书亚 摩西当时已经是年纪很大年纪 很老 而约书亚当时是很年轻的 他是一个年轻人 那摩西就跟约书亚怎么说 他说什么 你去选择一些人 在色列文当中去选择一些人 你就出去什么 跟阿玛力人打仗 我就怎么样 我明天我就什么 拿着神的像 就什么 走上山上 如果我是摩西 你是约书亚 你会有什么感觉 你想想 如果你是约书亚 你会怎么想 对吧 你的约书亚会觉得怎么样 不公平 Not fair 对不对 我就去打 你就上山拿着个像 就是这样 对不对 你可以说 你就去送死 我就在上面看着你 哈哈笑 可以这样说 Not fair 对不对 就是不公平 对不对 但我们看看 约书亚又怎么回应 十七章第十节 约书亚怎么回应 他说 于是约书亚怎么 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 和阿玛力人争战 摩西阿伦和胡义都上了山顶 我们看得到约书亚怎么回应 约书亚 圣经里面说约书亚和他爭 有没有 有没有说不公平 有没有在吵 没有 圣经里面说 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 就是照着他的分布而去行 就是说他会走下去 挑选一些以色列民去打这场仗 我想告诉你 去挑选这班以色列民 其实都是很大的挑战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整班都是什么 没打过仗的 全部都是没有打过仗的经验 而一班也未必是一班见石 又老鼠仔的一班人 你明白吗 所以他们要打一班战士的一班人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约书亚就是挑选一班人 去跟着摩西的吩咐去做 那我们在想一下 为什么约书亚没有反对呢 我问问你们 为什么约书亚没有反对呢 为什么约书亚会纯服 在摩西去说这句话 就是说你去选人下去打仗 我就在山上 握着神的仗 我就在山上 为什么约书亚没有反对呢 为什么约书亚没有跟摩西去争拗这件事 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有没有想过 你说呢 你说为什么 不公平的事 都会有人会愿意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因为约书亚他 他都是约书摩西 因为摩西是属灵领袖 他是约书摩西之余 他也是约书什么 神 因为摩西他说拿什么上山顶 神的仗 若书亚听到神的仗 他就会想起什么 摩西拿那个神的仗 神的仗 知不知道出埃及记 那意思是什么 神的仗是什么意思 就代表什么 有人说神的同在 神的权并 权能 为什么呢 如果你熟悉出埃及记的话 你知道 当摩西在红海面前 举高神的仗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 红海分开 以色列文走过红海 就在陆地上走过 过了红海 然后再举高的时候 红海就怎么样 就烟没了 就烟没了所有的 是什么 埃及那些士兵 而这个仗也是什么 当以色列文说 他们没有水喝 他们口渴就来喝死的时候 摩西拿这个神的仗是什么 打到盆石上 盆石就出现什么 水给以色列文 而这个神的仗 十灾里面也有发生过 神的仗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神的仗就是预表着什么 神的同在 神的能力 明白 那我就问一下 再问多你的问题 再思想一下 如果神有这样的能力 就是去拯救以色列文 就是好像过红海 红海分开 以色列文走过去 然后十灾 神又要降十灾到埃及那里 神为以色列文去争战 是吧 以色列文有没有做任何事 没有做的 是吧 但是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今次 神 要他们去争战 神可以做一件事就是 我帮你们去争战 搞定他们 那你们又什么都不用做了 我说过红海 好像过红海 神就说 崩开红海搞定了 然后淹没卖所有的士兵 是吧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今次神要他们 真的要下手下脚去打这场仗 想一下 为什么 有没有想过 现在想一下 为什么 神为什么要他们下手下脚 今次 因为神要他们去打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们要去加南地 去英雄地的时候 他们是为了什么 神要建立什么 意识里面一个角度 一个角度 一个角度 一个角度需要学习的是什么 就是要活出这个角度的生命 的生活 不是只是就手旁观 看神怎么去做事 而他们也是什么 要去踏出一步 这个纯服的一步 就是去做 去用行动 去实践他们的信心 和他们的信服 就是等于 你有小孩在家 小小的时候 你煮了饭给他吃 是吧 帮他洗衣 是吧 帮他摘了 铺了床 拖了地 洗了厕所 是吧 当他十八岁的时候 你会不会继续煮了饭给他 会不会继续帮他洗衣 会不会继续帮他抹地 洗了厕所 是吧 会不会呢 你想想 如果你继续这样做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他什么都不会做 是吧 他什么都不会做的时候 那是什么 什么都学不到 是吧 那他什么都不会 你希望你的儿子 是成功 是会成长的 是吧 你希望他成长的时候 你就会 你要给他学一些东西 也他要去做 是吧 而神 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要由 他们由埃及 去到加南地 这个英雄地的时候 在这段时间里面 神要他们学了 去学一些 不是只是神 做一些神迹其事 而是神要去学习 去信服 去依靠 去有信心的 去一个 而是要实践 去行为 去行为上面 实践 那这个就是 原因就是 为什么他要打这场仗 OK 那我们看看摩西 和他们以色列民 如何打这场仗 我们看看 十七章 十一至十三节 OK 我们一起读一读 好吗 摩西何时举手 以色列人 就什么 得胜 何时随手 亚马力人 就得胜 但摩西的手 发尘 他们就搬石头来 放在他以下 他就坐在上面 亚伦与胡尔 扶着他的手 一个在这边 一个在哪边 他的手就 稳住了 直到日落的时候 亚马力 约书雅用刀 杀了亚马力王 和他的百姓 我们看到这场仗 如何去打 以色列民 和他争战 是吧 那我们看到摩西 在山顶上 是做什么 摩西 摩西做什么 摩西负责什么 拿着个仗 神的仗 是吧 举手 当他的手举高 是什么 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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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得胜 得胜 不是说贏 而是得胜 就是说 当他举高的时候 这个字的得胜 原文意思是说 strength 就是力量 当他举手的时候 神的仗 举高的时候 以色列民 他们就个人 就变成大 子 就是这么说 全部都有力量 去打这场仗 他们就比亚马力人更有力量 是吧 当摩西他累了 接着怎么样 他放下的时候会怎么样 亚马力人就什么 就得胜 亚马力人就有 他们的能力 他的力量是大 是什么 以色列民 所以他举高和放下 是有关系的 有影响的 我告诉你 如果你不停拿着个仗 举高的时候 你可以举多久 你以为你自己可以举多久 大家有没有去做过运动 之前我去做运动 你有没有举过啞鈴 有没有试过举啞鈴 当你尝试举啞鈴 举得多的时候 我有一次举啞鈴举很多 举完之后 尝试一下放下啞鈴 只是空手举 我只是空手这样动 之前我发现一件事 之前发生什么事 这样空手举的时候 很累 我发现我没有力量自己 撑着手上去 真的 试一下 你举完三十磅啞鈴 举几次之后 你尝试再这样空手这样举 你那个原来也是很累的 是没有力量的 当摩西没有力量的时候 他的手就垂低了 因为他拿着个仗 垂低 以色列民就输了 不够打了 之后就有两个人帮他了 哪两个人帮他 亚伦和什么 会议 怎么帮他 手 不是 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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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坐下 是吧 因为摩西也是年纪大的 让他坐下 接下来 摩西就举高两只手 举高两只手 他会累 会累的 会放的 那阿伦和会议怎么办 每人一边 在这儿 托着他的手 是吧 摩西就这样举高 他们两个就在旁边托着 那 你想一下 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的 因为摩西举高 你想一下 出汗 都挺臭的 是吧 就两个人在这儿扶着 不如找人示范 有没有两位弟兄 可以帮我托一托 刚才我的题目是什么 同舟共济 我现在有点累了 有没有人帮我托一托两边 我今早已经洗了凉了 看到他们两个 阿伦和会议 你们真的不太能做这些 这两位 就在这儿去帮助 让摩西举高个仗 让以色列文 就有力量去打这场仗 而去得胜 去赢这场仗 好吗 我们看到有两个字 我想大家留意 当阿伦和会议 扶着摩西两边的手的时候 他扶着的时候 有两个字 我想大家留意 就是他扶着一边 和另外一边的时候 他的手就什么 扶到去什么 稳住 稳住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想到我 稳住是什么意思 稳住 steady 就是一个很稳住 原文的意思 也可以解作叫做 faithful 忠诚 完全的信靠 当他扶摩西的时候 扶到他 穩住就是什么 他完全是什么 信靠 穩住 完全忠诚 在神里面 他们不是扶到他 手振振 而是扶到他 完全信靠 忠诚 在神里面 我们停一停 在这里 我们看得到 就是说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若书亚在下面 就打赢这场仗了 就打赢了 打赢阿玛利人 我想大家去想一想 在这个战争里面 究竟神 想以色列文去学什么 你觉得神想以色列文去学什么 当他们要他建国的时候 想他们去学什么 想以色列文摩西 阿伦胡义 和约书 和以色列文 想他们去学什么 有没有想想 看完这段 他如何打赢这场仗 你觉得他想去学什么 同心 是否看到一个同心 这个字 我想问 一个民族 一个角度 去失败的原因 是什么 就是 不同心 当你同书 不同心的时候 会怎样 沉 是吧 我相信神 要他们去学习什么 就是一个同心 而一个 如果当一帮人遇见困难的时候 遇见挑战的时候 神希望以色列文 如何去学习 如何同心 去同一个心 去战胜 这个困难 这个挑战 当不同心的时候 他们全部都会散 是吧 会散 所以我想问 以色列文 去赢这场仗 去大胜 得胜这场仗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们互相信任 他们同心 他们齐心 因为他们坐在同一条船 要么就沉 要么就什么 就没事 继续撑下去 是吧 我想问 很多时候 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 意见分歧 大家不同心 不同心的时候 这场仗就输了 我们看得到 摩西阿伦胡尔 约书亚是如何 摩西 他的责任是什么 他的责任就是 举这个仗 就是举仗 举这个神的仗 举上天 阿伦胡尔 他的责任是什么 扶着摩西 去举这个仗 让他举稳 约书亚的责任是什么 就是大铃伊斯蒂文 去打这场仗在下底 在山下底打 你看到他们三 这三班人 他们做的事都是什么 各尽其职 他有他的责任 有他的事去做 但是他们 大家都同心的 去一起有个目的 他的目标 他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打赢这场仗 为了退去这个阿玛利人 对不对 他是同心 对不对 当一架船 如果浸满水的时候 个个都跳海的话 那架船会继续沉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当一架船 满水的时候 通常是怎么样 看起来也是 一个继续撑 另一个是什么 继续不水 对不对 大家做一件事 他为了希望 这架船不沉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得到 以色列文 他们学习到一件事 神要去学习 就是一个同心 就是各尽其职 大家做 应该自己做的职位 而不是去互相指责 或者有分歧的心态 对不对 这个就是第一件 我们看到的事情 第二件事 神希望他们去学习什么 就是学习一件事 希望他们去学习 一件事 就是去学习 怎样去帮助帝影节目 成功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当教会里面 我们的生活里面应该是怎么样 教会的生活应该是 我们是去帮助帝兄姐妹去成功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你看看 摩西去举高这个仗 神的仗的时候 他希望什么 他希望下面打仗 约书亚和以色文 什么 赢这场仗 是吧 他希望他们成功 是吧 所以摩西就 怎样都好 都举这个仗 因为当他举高的时候 他们就赢 是吧 当他累的时候 落下他们就输 那阿伦胡尔怎么做 他就帮他 举高他的手 阿伦胡尔希望摩西也都成功 去举这个仗 而摩西举这个仗 就令到下面打仗的人也都成功 你看得到 他们一个队里面 他们希望什么 大家给钱 希望我可以你成功 教会里面的生活也都一样 我希望你成功 我希望你得 我希望你行 我们不是经常想 看看你怎么死 你明白吗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成功 我希望你坐在你旁边的人 你希望做一些事情 希望他也都在 在侍奉里面 在教会里面 是成功的 是吧 我们不是希望人家 是坏的 这个就是教会 这个就是神的家 这个就是同一条船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成功 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上面 教会做每一件事上面 都希望是成功 不是希望是什么 失败 不是看他怎么死 从这里我们学到两件事 教会的生活 第一 各尽其职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职位 每一个人都尽力做好他的职位 是吧 没有人完美的 但是尽力做好 是吧 煲饭的 不要三米 煲得漂亮的饭 大家吃得开心 是吧 门口看门口的 看得紧一点 有人敲门 开门给人 你明白吗 不用揮手了 我不是在赞你 是吧 是吧 做每一件事 领知的 我们做好他 是吧 三室的 我们做好他 明白吗 我们下去下跌 就算开桌 搬椅的 做好他 是吧 各尽其职 为了教会 为了家 是吧 接着我们是什么 希望呢 就算有什么失败 做错了 有时候我都要检讨自己 有人失败做错了 不要落井下石 是什么 扶持希望他成功 是吧 我们做一个 特兴姐妹 希望每一个特兴姐妹都是什么 在事奉上面是成功的 我们包容 我们希望是成功 是吧 我们就看到这两件事 接着我们再看看结论 17章第14节到16节 我们读一读 打赢这场仗之后 接着圣经里面说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亚马力的名号 从天下传言逃没了 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 由念给约书亚听 摩西足了一座坛 起名叫耶和华离西 又说耶和华已经起到誓 必世世代代和 亚马力人争战 我们看得到摩西说的 要将这件事写在书上去纪念 是吧 为什么摩西说要写在书上去纪念 纪念是什么 是否纪念以色列文 几个不够 他们打赢亚马力人 是否想纪念这件事 是吧 不是的 他要纪念是什么 就是纪念就是说他们 神如何为他们争战 如何为他们去打赢这场仗 他们如何同心的 倚靠神去打赢这场仗 所以他说这场仗 打完之后摩西捉了一座坛 他起名叫什么 耶和啊 是什么 尼西 尼西才是什么意思 尼西的意思就是叫什么 升旗 就是一个旗 一个旗 我想问一个打仗的时候 这些人不是拿着旗的 是吧 以前这些人打仗拿着旗 为什么拿着旗 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打仗拿着旗 第一 打仗的时候你拿着旗 站在那边 就不会自己人打自己人 站在那边的旗 就是那边的人 如果你站在那边 你明明是A旗 你走去B旗那边 就小心点了 所以看清楚 打仗拿着旗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升旗 就是耶和啊 尼西就是耶和啊 就是他们的元帅 耶和啊就是他们的军师 就是带领着他们 他们站在旗下面的时候 去教着神的 向前走的时候 神就是什么 大大的次表力量去得胜 这个就是耶和华尼西的意思 所以就是说 他说 虽然十六节他说 耶和华已经起了世 必世世代代和阿玛利人争战 就是说 其实世世代代都会面对阿玛利人的挑战 他们的争战 但是耶和华是什么 如果你是当我是耶和华尼西 你站在我那边的话 我站在那边的时候 你们就得成 你就不需要再怕这个阿玛利人 阿玛利人现在还有没有呢 我相信没有了 但是我相信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阿玛利人 是不是 我们有很多挑战 外来的挑战 外来的侵袭 外来的困难 但是我们怎么样 我们依靠耶和华尼西 他的升旗 我们站在他下面 我们依靠他 我们就什么 得成 弟兄姊妹 到最后我想跟大家再说一说 第九节 我们看回第九节 当摩西 看到阿玛利人和他真正的时候 他到约书下再说这句话 第九节是怎么说 我们再读一次好吗 你为我们选出人来 出去和阿玛利人争战 明天 我用我手里拿着神的像 站在山顶上 这句话很有意思 这句话 我会认为是这个故事的总括 但是这句话就是一开始说的 有两个字 我觉得很有意思是一个总括 哪两个字 你想想 有没有人可以想到 有两个字 猜猜 猜猜哪两个字 有人说真正 有没有 我告诉你 哪两个字 明天 明天 为什么我这么说 当他见到阿玛利人 来到的时候 他见到 现在 他们和他打 困难就是见到 但是摩西说 我明天拿着神的像 这个明天很有意思 就是说 你现在面对的困难 是多么辛苦 是多么辛苦 是多么困难 也好 但是我们要有 我们要看到明天的盼望 我们要看到明天的盼望 神就是我们的耶和华 是我们的离世 是我们的星 是我们的圆水 我们今天看到的困难 不代表我们看不到明天 Amen 我们明天 我们有盼望 明天 我们是对神 是有这个信心 明天 我们知道神会做大事 明天 神是会和我们去 争战 就算今天我们看不到 就算今天的困难有多大也好 我们由明天 Amen 基督徒做主的门徒 做主的信徒 做主的子民 我们有什么 明天的盼望在里面 今天是2023年上的日 今天我们教会面对的困难 面对的挑战 我们不需要爬 知道为什么 因为明天就是2024年 这个明天 我们知道神是什么 掌管 Amen Amen 我和大家分享一些 我身体是很差的 真的很差的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我是更加差的 那 我很喜欢唱歌的 但是呢 我把声就越来越差 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气管问题 这件事近几年就越来越差 很多时候很想唱 但又唱不到 顶着顶着 但是气管的问题就是 随时都会发生 今天可能突然间会有事 有苦自己知道旁人真的不知道 我告诉你 说的没有人可以明白到 今天 很多时候 我经常跟自己说 今天很辛苦 但是 我有盼望第二天我会没事 我今天很辛苦 我经常跟自己说 我说 睡醒了 我第二天 希望可以 而气管 休息会更舒服 我每一次 有不舒服的时候 我就这样想 一会儿很有恩典 可以有另一个明天 是吧 睡醒了 休息了 很舒服 可以唱到一首歌 我很舒服 每次唱一首歌 其实我用很多力 唱完之后就很辛苦 但是 我都愿意继续去做 为什么 赞给我的神 因为神是值得我们称重 Amen Amen 大兄姊妹们 我们一起起立好吗 摩西 他怎样对神有信心 是怎样 摩西是做什么 举手 大家举手 我们一起举手 好吗 两只手 不要一只手 我 我就举 举手 举五分钟 不要下来 说笑而已 我们举手的时候 我们用力一点 好吗 我们真的向神去 真的去抓住神 好吗 我们抓住神 这个明天的神 是吧 也是今天我们的神 我不是说这个神是明天才来 今天我们也是我们的神 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盼望的明天的神 我们去抓住这个明天 我们希望2024年的时候 我们的明天教会内容是怎样 是吧 好啊 我们将我们过去你 我不知道你面对什么困难也好 可能你今天有很多困难 可能你身体上也有很多不舒服 好像我这样 但是我不是说什么 明天的就是什么 更好 神是掌管 是吧 我们一起伸出我们的双手 我们抓住神 好吗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基督我们献上赞给你 因为你是今天的神 也是明天的神 在你里面 我们有盼望 在你里面 我们知道 你是掌管的 掌管明天 神 我们将我们的一切的困难 一起挑战 我们都交给你了 我们愿意举功 我们双手 好像摩西那样 我们说什么 神 你就是我的升旗 神 你就是我的离世 你就是我的元帅 我在你里面 我就无惧怕 因为你会带领我走过每一个困难 愿神 你继续祝福我们的教会 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 每一位 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继续努力向前走 我们感谢你 我们真的献上感谢 愿你 我们献上感谢 就是过去这一年里面 神你的恩手 真是带领着我们 现在我们伸出这双手的时候 我们就抓着明天 我们这个盼望 我们就去向前走 我们向前跟随着你 Amen 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 明祈求 Amen 弟兄姊妹 未完未完未完 我叫大家坐下 那 我也是 叫多那位弟兄上来 有一首歌 再唱多一首歌 为什么呢 这首歌 我觉得是 去2024年的一首 鼓励的一首诗歌 那这首歌就是什么 大家也有听过的故事 就是什么 沙滩的足印 是不是 一个人走的时候 你可以上来 我待会给你一个咪 我这个 那 沙滩的足印就是 什么 当那人一路走的时候 很失望 很灰心 很多困难 但是 当他回头一望的时候 发现沙滩里面 就有两双足印 而发现什么 原来主耶稣一直陪着他走 陪着他一起 没有放弃过 而我们在未来的2024年 我希望弟兄姊妹 我们将过去的困难 我们放下 当我们顶着面 我们发现原来主耶稣与我们同在 我们献上感谢 而我们今年里面 学习在他的话语上面 找着神 找着主耶稣 我们去亲近他 就必什么 他就必亲近我们 我们去找着主 我们去亲近他 我们去 在话语上面 去更加去学习 我们去依靠神 Amen 这首诗歌分享 接着之后 我就把麦交给这个弟兄了 一步一步 住居在堂上 看着漫画 一来一去 心中感到一阵阵孤单 回头看到你就也在我盘 一步一步都滴在堂上 很流行 的区一步随 跑起来 看着rip 主人在我盘 你说我曾经你 你必曾经我 我永远与你同在 我曾经你 你必曾经我 你永远与我同在 让我靠近你身体 让我靠近你的心 祈祷你 爱我永不变 我又曾经你 让我靠近你身体 让我靠近你的心 祈祷你 爱我永不变 我又曾经你 你话语 是我朝前的灯 你话语 是我生命的力量 你话语 是我感情起来 你话语 你话语 是我充满虚弱 要我靠近你身体 要我靠近你的心 祈祷你 爱我永不变 我要曾经你 要我靠近你的心 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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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